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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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問題沒有上禮拜多 有人會對於一堂課花很多時間解答問題 覺得大禍不解這樣 這就是這堂課的目的之一 很重要的目的 因為有時候你從課上學的雖然是比較有系統的知識 但是呢 可是不太切身 養生有時候不如急診 有的時候不是永遠 所以這個就像急診一樣 好 請問如果我女朋友喜歡問我 接下來是她女朋友說的 如果我給你媽掉進水裡 而且我們都不會游泳 那你會去救誰 遇到類似這樣的假設兩難 我該怎麼回答 我被問過恩辯這個問題 第一個 這是個假設的問題 假設的問題都會出現情況 如果 這是你女朋友問你 你媽媽不在現場 你怎麼回答你還不知道嗎 你懂嗎 你當然跟她說 Honey我當然救你了 我媽年紀大了 對不對 而且依照演化心理學理論 那個本來就是要為下一代最高的利益著想 我當然救你怎麼會救她呢 對不對 這是一種 當然這最好不要傳到你媽媽的耳朵上 傳到你媽耳朵裡的話 這你回家就很麻煩 如果你媽問你 這答案也很簡單 媽我怎麼為了新娘忘了老娘呢 我當然是救你啦 那 女朋友再早就有 媽媽只有一個 對不對 如果是母親節 媽媽這樣問你 你當然要這樣一種言辭這樣講啦 開玩笑 連這都不會 當人家兒子嘛 如果兩人都在場呢 最好的辦法是說 各位 我們大家一起學游泳吧 這樣大家掉下去 大家自救啊 我媽三個人還可以救另外三個人啊 所以這答案既然是假設性的 就是有太多太多答案 很多人呢 都認為這個答案一定要二選一 你就落入了人家跟你設的圈套 就像你做我的作業上了我的檔一樣 千萬不要被這種問題落了圈套 有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用後設的方法 去問你女朋友說 那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我也不會游泳 你也不會游泳 我們掉下去就一起死 那個各位有沒有看 這個叫鐵達尼號 大陸翻成泰坦尼克號 反正都一樣意思 剛開始兩個人最浪漫的時候 就You jump I jump 對不對 那個女的很那個的時候 很憂傷的時候 不知道如何是好 準備要跳船 男主角適時出現 然後就You jump I jump 這樣 結果到最後真的要Jump的時候 誰Jump了 那不過幾天的事啊 前幾天還說You jump I jump 最後呢 男的就 成在水裡死了 女的就活下來 活下來什麼意思啊 女的也應該把那位置讓給別人 我們倆就一起死了啊 所以這電影後來呢 羅斯不知道為什麼就活到一百歲之類的 從鐵達尼號那中間 無稽可訴 乏善可陳 因為再怎麼樣故事 不會比那年在鐵達尼號的故事來的感人啊 可是那感人呢 是因為一個人的懦弱啊 那裡面如果鐵達尼號裡面如果愛情故事 是那個躺在床上的那兩 那一對夫妻老夫妻 沒有跑也沒有驚慨躺在床上等待命運的安排 其他人倉皇吃錯 如果你真愛一個人 反正都要死 也許死在那時候更浪漫 你還可以讓一個位置給別人呢 結果活下來的目的呢就是什麼 把那顆鑽石丟到海裡讓別人去撿 完全看不懂那個電影 很多人還為了這個電影呢 哇看著哭著死去活來這樣 本人雖然這樣批評 在看的時候也是熱淚盈眶的 這也是要告訴你這個真相 電影還是有感人的地方 但是你仔細想一想 這個電影實在不是一個好榜樣 那跟這個你的問題是類似的 不要害怕假設性的這種兩難問題 假設性兩難問題 基本上都不會發生 都是那種教稱 測驗 懂嗎 那你既然是個測驗 你就要應付這個測驗的技巧 這是真的不會發生的問題 真的要發生真的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建議 大家都去學游泳吧 最好賺到救生員執照 我知道有一個人 他們家族每一個人都有救生員執照 家族每一個人 那是家族的一個榮耀 每個家族都要創立一點榮耀 他們家的榮耀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救生員執照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所有家族都去考救生員執照 你可以考慮你們家族要不要成立這個傳統 就不會問你這個問題了 哎呀 竟然也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就像 我現在碰到的問題之多 回答某些問題就像小時候說的 那你說先有雞還先有蛋啊 你覺得這是個兩難嗎 像對我來看很多兩難問題 都是無聊的問題 我希望你們這堂課最後 也會學到這種智慧 不是耍嘴皮子而已 還是要強調一下 有地方各位不要誤會 老師做很多行為你們不太了解 有人就認為老師耍嘴皮子這樣 好 這個他是男性的他 他是我第一任男友 如果他還在台灣 我們會是一對獻煞路人的同志 哦 同志的問題 我在三年前 哎 不過在台灣不會獻煞路人 路人看同志還是覺得很怪的 所以不會獻煞路人 路人就是 我要告訴你真相 在這個學校還可以 在路上很多人對同志 還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絕對不是獻煞路人 路人可能要殺你 如果對方爸媽看到的話 好 我在台灣的同志 我在三年前遇見他 我陪他度過了在台灣 辛苦但是甜蜜的二年 而如今他已經回英國一年多了 哇 你寫那麼長幹什麼 可以拍電影了 微電影 遠距離戀愛難熬 而無期限 無期限 無計畫的等待 更令人心寒 聽起來你像是被判的徒刑一樣 我想放棄他 因為我不想浪費20歲青春年華 在等待遠處的戀人 但我又期待兩人再次相逢 說不定可以共度一生的伴侶 究竟我該如何抉擇呢 這抉擇子也寫錯了 同學 我老師還是有點職業病 提手旁的抉 不是水智旁的抉 抉擇 這個抉擇很簡單啦 他回英國去了 那遠距離的造成 既然能造成遠距離 就能夠解決遠距離 聽懂嗎 他回英國你可以到英國去啊 他可以到台灣來啊 你可以到第三地啊 這有多少選擇 你念大學也不會一輩子啊 如果你堅持不出國 他堅持不再來 不再離開英國 那你兩人就Skype啊 堅持不Skype 那就分手吧 如果兩個人沒有協議好 共同計畫未來 我在黑板上寫過八個字 平等對待共同奮鬥 如果沒有共同計畫未來 那就不必啦 就留下一個很好的回憶 你再去找別人吧 他也再去找別人吧 一日有幸在宇宙哪個角落相逢 那再說吧 不能相逢就是一個回憶啊 你幹嘛守著一個他會不會回來 這事情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你在大學想像比較難 你知道有人為了這個去申請交換學生 就為了能夠親近自己喜歡的人 有的交換學生還在別的國 因為你喜歡的那個人 那個國家沒有交換計畫 你就親近那個那個他的別的國 然後這樣有機會去 學生裡面都有這樣的人啊 為了愛情的力量多偉大 有人去學那種罕見語文 一般人不會學的 也不是德文也不是法文 講出來那個世界上沒幾人有 連BBC廣播裡面 可能都沒那國語言的 你去學那個語言 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親近你的愛人 那你做了什麼嘛 他也沒做什麼 你也沒做什麼嘛 你們兩個相愛嗎 別騙人了 你們兩個叫相愛 那其他人叫什麼 你們兩個不就是 不知道該做如何是好的 然後可憐人了 相愛就要大膽的去為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啊 如果他是值得的人 你就應該計畫兩年三年要幹什麼 相愛就是不要管別人想什麼 好所以同學大膽一點 或者計畫遠一點 如果你真的跟他相愛 反正交換學生 將來出國或約在第三地 我剛剛講有很多很多可以解決遠距離恋愛問題 遠距離從來都不是問題 遠距離只是藉口 我再講一遍 遠距離從來都不是問題 遠距離只是藉口 你真的喜歡沒有不能超越的困難 好 我再講一個研究法的故事 讓你在思考的時候不要陷入這種搞不清楚什麼是藉口 什麼是真正的困難 研究法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是從猶太人的故事隱身而來的 後來因為我研究笑話社學發現 這是猶太的笑話 是像有一個喝醉酒的人在路燈下找鑰匙 路人問他你在幹什麼 找鑰匙鑰匙掉了 你鑰匙掉在路燈下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鑰匙是不是掉在路燈下 你為什麼在路燈下找鑰匙呢 那喝醉酒的人忽然間說 是我醉了你醉了 這裡有路燈啊 沒路燈我怎麼找啊 好這故事結束了 遠距離呢就是那個路燈啊 但是鑰匙掉在那嗎 不知道啊這故事沒講啊 有個學校呢我去演講 研究生都是研究生為研究生演講 那個學校男生特別多 然後那個研究我就講完這個故事 有個研究生就舉手問我 那請問鑰匙掉在哪裡 非常認真的問我請問鑰匙掉在哪裡 我說不知道啊 也不是我掉的啊 當事人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 我講故事人 他說那不在路燈下找在哪裡找 他還研究生呢這什麼邏輯呢 他都沒聽懂這個笑話 你萬一跟他一樣聽不懂 趕快回去好好再把故事想一遍 或回家看錄影帶 再想一下這問題出來哪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那個遠距離完全不是問題 是藉口 一個可以超越的 既然可以造成就可以超越 而且不是人的一生 你都活在大學生這個階段 不會改變 你比櫻桃小丸子 跟一堆漫畫人物幸福太多了 櫻桃小丸子一輩子三年二班 一輩子怎麼都念不畢業 超過365天了他都還不畢業 他就困在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空間中間 不會畢業的 然後也不會長大 什麼事情都發生了 他就在那天 這比那個外國片 叫Groundhog Day還可怕 Groundhog Day你還每天學新東西 然後有一天他發現真愛 他就那天就過去了 櫻桃小丸子只要你活著一天 他就不會好可怕 三年二班記住 你都多大了他也三年二班 Eternal immobility這樣 永遠不變 好 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 你們在問問題太不踴躍了 讓我教書覺得沒太大樂趣 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剛剛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跟各位一樣 就坐在下面聽 老師說孫先生你有問題嗎 沒有 他說你要知道在我們國家 你如果沒有問題 就表示你沒有花時間去學習 你們大一的時候不都騙你說 為什麼終生二十一想嗎 應該要花三個小時來思考嗎 你們誰花過三個小時來思考 我們台大誰花三個小時 開一門課叫思考 大家一進來就這樣 老師也這樣 然後撐三個小時過去 同學下課 今天我們已經夠了 然後大家走開 我覺得這才酷啊 對嗎 這門課思考一定爆滿 所有人要擺出那個知識 對嗎 畢業的時候每一個 要造一張這種知識 Thinker 我們在 我在各大念書的時候 就有一尊那個複製品 在校園裡 我們就站在那裡 他說他還想什麼 我們就很多答案出來 有一個人就說 他在想這學期學費怎麼辦 因為他在Bursus Office 在那個管錢的那個部門的前面 那棟樓 糟糕 這學費怎麼出來 大家就配的 主動就配了很多那個OS這樣 你知道嗎 非常有意思 最後一個問題 本週的 男生劈腿跟女生分手 那你應該舉手稱慶啊 然後藉著那個 那個國慶日的煙火 就當成是你分手的那個慶祝 之後女生要男生負責任的賠償 他幹嘛啦 跟你借錢還是上了你啊 請問什麼意思 應該如何做才叫負責任的補償 不是賠償補償 有沒有同學替我回答這個問題 又不是我教你負責任的補償 你不來上課我都不管你 對不對 誰問你呢 你就問誰問回去嘛 然後你就問那個人嘛 不管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劈腿那個 還是被分手那個 然後這個負責任的補償 你說什麼叫負責任嘛 先從補償開始嘛 每一堂課都有基本問題不是嗎 同學請問一下什麼是補償 什麼叫負責任的補償 那什麼是不負責任的補償 你可以列出例子來嗎 那你問我幹什麼呢 我的問題不是這個啊 你問我我能回答的不是這個問題啊 對不起啊 你們有人 我聽不太懂這個問題 我能聽懂前面部分 男生劈腿跟女生分手 這個女生還有什麼好抱怨呢 補償的話我都建議大家 雖然大家覺得很搞笑 每次出去呢 最好把發票收起來 第一個可以對講 對中了大家變成 意外變成百萬富翁 對不中呢 可以將來分手的時候 負責任的分手 這是我們交往期間所有的發票 我已經剛剛算過 經算過 總共23萬多少錢這樣 然後我們對分 你還欠我12萬多少錢 11萬多少錢 然後慶祝國慶日10萬打拼這樣 這是一個有根有據的嘛 對不對 現在你信用卡刷卡都有資料 這時代最不缺乏就是資料啊 所以有些人賠償把發票弄好 不然的話呢 有些人呢在談戀愛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付出的一切是應該的 可是到了結束的時候呢 會希望罪方吐出來 這什麼道理 這什麼道理 過去就過去了啊 那把今天的事情 跟把過去的事情連起來算 這是非常非常沒道理的事情 除非他當初就是要詐騙你 那你能夠收集詐騙資料 那也許他該賠償你所有 不然的話當初是當初 現在是現在啊 感情麻煩的地方 這個是其中一個部分 各位到學期結束了啊 教學評鑑你就是 就是你反抗的時候 萬一你覺得這學期學的不錯 那你這學期修這門課真值得 老師也高興你也高興 萬一你覺得這學期修得很爛 沒學到東西 那你該怪我還是怪你自己啊 如果有人學得到你學不到 你自己真的好好考慮一下 如果所有人都學不到 那我該好好考慮一下 對不對 那現在可以放上網嗎 那大家平平理嘛 平平理嘛 這個老師到底是平均數以下老師 還是平均數以上老師 你看還在這裡對不對 很難過這一關的 老師很記仇的 好了 那今天的問題就這樣回答到這裡 好像沒有了 對 回到上禮拜講到的這個 依戀理論 有時候我會講依附理論 是一樣的意思 講依戀呢會比較讓你知道 我們在講跟愛情有關的事情 那135頁這裡 左邊是講嬰兒的情況 右邊是講這個戀愛的情況 那我就主要念右邊這裡 儘管許多成年人覺得可以 而且正是愛不只同一個人 很多人都會愛不只同一個人 你剛剛講的劈腿喔 愛不只同一個人 是很常見的事情 上次也說了我們愛我們爸媽 我們會愛不同的女孩子 或男孩子 這個其實很正常 比較大的問題 也不是叫正常不正常 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們最後決定要跟誰說 跟如何keep a promise 如果你沒有promise 你跟同學來往 大家關係很好 那不會有人說你的 如果你有promise 這就不一樣 你就構成了這種習俗上 道德上認為的詐欺行為 就是劈腿 劈腿其實就是詐欺 沒什麼好說的 這跟那種舞蹈的劈腿 是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大家都很喜歡一些奇奇怪怪的比喻 像我的岳父生前是鐵路局的人 他最恨的一個比喻叫脫軌 最恨的那個新聞報導就是說火車撞到人 他說火車就在鐵軌上走 鐵軌就這兩條 我們火車規規矩矩在這上面走 什麼叫撞到人 是人來撞火車 他每次碰到這事情我就覺得 爸你也太執著了吧 他每次看到都憤憤不平 我們在那鐵軌上走是明明白白 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你們自己不管因為什麼原因來撞火車 還耽誤別人的行程 還要讓台鐵蒙上不白之冤 然後呢人家什麼感情的呢 還要叫出軌 我就某種程度遺傳了我岳父 對某些事情的堅持 譬如說炮友各位知道 這是完全沒道理的事 好所以社會愛不止一個人 可是呢強烈的愛呢 卻經常在一個時間只會愛 一個伴侶 如果你有這個 一個時間愛兩個不同的 兩個不同的人的時候 那個你的痛苦煩惱就會因運而生 這個是你的 某些自然的情感跟社會規範 會發生衝突 好接下來 逆境也就是所謂社會上的不讚許 你跟一個人在一起 那是不被社會祝福的 剛剛的問題裡面的同性戀 在校園裡面OK 但是除了校園以外 你除非在一些同性戀出現的場合是OK的 在其他場合大家看你就怪怪的 大家看你就怪怪的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第一次被人家帶去同性戀酒吧 我完全不知道酒吧有這回事 然後我就看他們怪怪的 兩個男生就在那邊接吻吻的那樣死去活來的這樣 看著我那樣 我真的下巴都掉下來這樣 真的快下巴掉下來 然後人家那個我們那個時候 有男男女女都有人去這樣 但他們無所謂 我們那時候完全不知道 1980年代 然後後來在紐約就越看越習慣 就沒 有一天我最大的訝異是什麼 台灣同學跟我說 我在圖書館打工 他說你知道你們老闆都是同性戀 我說我不知道 他做蛋糕很好吃 雖然他們是同性戀 他們也不會彼此來往 同性戀還是有他的選擇選 你不要以為他同性戀 你們兩個抽一堆好了 沒有那麼簡單的 就像說你一心戀 你一心戀 你們兩個抽一堆好了 同理嘛 你知道這不是就這樣的 所以我們同性戀 我們的老闆全部是同性戀 美國人全部同性戀 男的是男同性戀 女的是女同性戀 全部同性戀 沒有人來往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同性戀 做完做事情 我覺得我老闆對我非常好 我做事也很認真 所以完全沒有什麼的衝突 所以以前就擁抱啊 老闆說啊 衝星 他說少數可以把我名字念完的人 外國人都只念我 衝這樣的話就衝就走了這樣 差一點變蘇貞昌了 衝衝衝這樣對不對 然後就 所以人家告訴我的時候 我說喔 那同性戀沒什麼嘛 所以我跟同性戀交往的經驗 在美國念書 是那種從完全不知道他們是誰 從日常生活的交往 然後發現他們跟我沒什麼差別 所以後來我很能接受 我很能接受 我不是那種從念書開始覺得 怎麼樣呢我不是那樣的人 我從生活裡面接觸 我碰到很多人都從生活接觸 然後發現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不是從一個偏見來交往 你從偏見就很難 就很難 因為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我所碰到的人 都不是什麼壞人 連壞心眼都很少 我大概在大學教書 可能也有一點關係 好了這個逆境 包括分離 包括剛剛講的這個兩邊 這個分隔兩地 到達某一個程度 增加按人間的感情強度 並且會相互許諾誓言 會有誓言 這個情歌就特別多 但是誓言呢 都是 meant to be broken 這樣 有誓言就是會被打破的 也是說老師這什麼道理 我說很簡單啊 這就是物理學的道理啊 蛤 你知道物理學有定律吧 定律是不是都有千絕條件啊 有假設的條件啊 假定什麼氣壓不變 假定什麼不變 假定什麼不變 水會在100度的時候燒開 你到高山就不需要100度 因為壓力變了 對不對 誓言也是一樣 假定天天如今天 時時如此時 我對你愛絕對永世不變 可是呢天天不如今天 時時不像此時 所以我對你愛就打了折扣了 這很正常的事情 為什麼要對此此事大獲不解呢 反而那種能夠堅持承諾的人 是很特別的人 違反承諾的人是一般人 常人 我們為什麼不是這樣思考呢 反而把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想成很難 把很難的事情想成很容易 所以誓言在那時候燈光美氣氛家 他那個氣氛你還講不出那話 除非你是啞巴 連啞巴都會傳人的情義這樣 完全用藍牙這樣 所以誓言一定會講的 可是大部分因為不知道如何去維持 問題不在前面 問題在這後面 然後開始採取撒謊 所以問題在那個撒謊不在當初的誓言 可是大家最後在歸咎的時候 事情沒成在歸咎的時候 就夯不當全部算在一塊兒 就在當初發誓 然後你開始騙我 他其實騙你 他當初發誓的絕對沒騙你 再怎麼樣他當初發誓的 應該是沒有騙你的 那大部分人不了解這個 就就會很生氣很生氣 對於這個對方 覺得對方根本就不是人 對方不是人 那你當初跟他交往 你是怎樣 你是跟鬼交往嗎 你是怎樣 不要因為後來的分手 就把前面所有事情否定 這是最常見到的一個很悲慘的狀況 所以你到時候否定了 否定了這件事情 把你自己也否定掉啊 你用橡皮剎塗去你的記憶以後 你就變成一個失憶的人 失憶的人你就覺得 你根本就不存在過啊 那時候你怎麼自除啊 你何以自除啊 我今天晚上就要跟人家講分手的藝術 不知道今天晚上會碰到什麼問題 好 那這是這個啊 我們以後會講愛情的結束 有一堂課專門講這個 愛人之間親生細語唱歌學嬰兒說話 這個你如果有聽過看過你就知道 愛人之間講話有他特別的地方 真的跟嬰兒講話一樣 使用母性的溫柔腔調等等 還有一些不是母性溫柔腔調 就他們之間獨特的奇怪腔調 你只要看他手機打來他講話 反正你在配音嗎 那個就是所有人都會啊 所有人都會啊 這都不需要學的很奇怪啊 所以人人其實都是配音員 只是配音員聲音比較好聽是真的 之間溝通多半是非口語的 談戀愛在喜寒棋用很多動作 我今天還跟人家講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吊棒子 大陸同學知不知道 現在你們大陸還講不講吊棒子 也不講也不講 吊棒子就這樣 就叫吊棒子 跟你眨眼睛啊跟你示好啊這樣 有沒有人跟你走過這樣 你知道嗎 後來我學生告訴我說 在好像在歐洲國家 有些人還是這樣吊棒子 他在歐洲旅行的時候 就發現那人都跟他這樣吊棒子 Honey 然後就這樣 他說老師他眼睛不好嗎 我說他眼睛不好 你不瞭解 這是傳情的一種方式 我們以前叫吊棒子 怎麼寫我也不知道 我們今天考論了半天 他還查了字典 不知道說棒子哪個棒 也沒有 掉棒子 就送秋波 這是更古文的說法 就是眼睛會這樣 不是因為他眼睛感染了 不要誤會 當然有人是兩隻眼睛 那是有另外一個問題 像我們連戰連爺爺爺 就有這個問題 那不是他給你掉棒子 所以當然那個情人之間呢 就會有摸摸手啊 摸摸頭髮啊 反正會有很多動作出來 基本上屬於動作派的 不是用嘴巴講話的 用嘴巴講話 我都認為到了分手期間 哇那個話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談戀愛的最高階段 基本上是不用講話 進入一個無語的境界 不是無語深的境界 好 我一定要把它講出來嗎 愛人之間感受到神秘的被了解 跟被體諒有很強的同理心 這是你在默契最高的時候 但這個時間非常的短 因為過了那以後呢 有人就發現到處都沒默契 你怎麼不懂我呢 別人可以不懂我 你怎麼不懂我呢 因為你接觸面越來越廣 他能懂你的地方就越來越少 那是需要不斷的努力去謀合 去溝通去了解的 好 那這個是最難的地方 我們都愛情不會停在某一點上 但我們大部分人呢 都把那一點當成是 會永恆繼續下去的那一天 你櫻桃小丸子啊 永遠三年二班啊 人生不是這樣的 人生一定會往前走 然後都有高的時候有低的時候 有出太陽的時候 有出太陽的時候 出太陽的時候沒什麼好說的 那好天氣大家心情好 大家要學會的是 不出太陽的時候 怎麼去面對那個情況 那個是比較難的功課 你會有情緒 他也會有情緒 大家怎麼樣在有情緒的時候 又怎麼去相處 不會讓關係越搞越糟糕 這個是很高竿的技術 還有愛人之間剛開始會忽略 忽視或否定愛情對象的負面品質 人家都看得出來 你看不出來 因為呢你看到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變好的 人家會說他工作很認真的 認真到那個不可 對啊你看他就是那麼努力的人 我就喜歡他那麼努力的人 到後來他不跟你約會 就是因為他是個努力的人 我要幫我老闆寫那個 我要交論文呢 我怎麼能跟你約會啊 我跟跟你約會 我這論文寫不完呢 當初要跟你約會的時候 什麼都行 後來不跟你約會的時候 拿同樣的道理 所以呢這就是 你剛開始負面品質 你都覺得 哎呦他那個愛喝酒 哎呦喝酒好 男人喝酒才man呢這樣 然後喝到後來變酒鬼的時候 你看man到哪裡去 負面品質 然後呢把愛情對象 看出來強有力的 特別的至善的奇蹟的 我一個朋友有一次認識 他說哎我結婚了 我說哎你跟我講這幹什麼 關我什麼事你結婚了 我說那你為什麼會嫁給你先生呢 我就最喜歡就問人家這個問題 你為什麼會跟誰來往呢 他說他是我見過最好的人 我馬上就接說哎呦 那你認識人可真少 他就說你什麼意思 那時候我們在船上面 一群人在坐遊艇 他差點把我推下去 我不會游泳啊 到時候不知道我太太救我 還是我媽救我 是我的困擾這樣 媽我他說落水了是你救我還是我 我太太救我這樣 我媽他說當然是他救我 一定是我媽救我 我太太呢也不會游泳 他太也救不了我 好那我就問他 他就說你什麼意思 我說你先生得過好人好事代表獎嗎 沒有 那他怎麼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你看你顯然不認識世界上最好的人嗎 你認識世界上差不多好的人 我就這樣硬拗你知道嗎 他後來就說 可是我覺得他就是我認識最好的人 我說那就好啊那就好啊 我只是告訴你說你認識人太少而已嗎 我也沒說你先生不是好人啊 我有說他先生不是好人嗎 他幹嘛氣成那樣呢 對不對 那好人好事代表陳樹菊你認識嗎 你不認識嗎 德雷莎修女你認識嗎 不認識嗎 你就就不認識嘛 我在討論好人 你怎麼就忽然間生氣了呢 他後來就覺得我這個人實在轉得太快 你知道嗎 最好不要跟我發脾氣 最好就聽我講笑話 後來我們相處得非常好 因為他把我所有的話都當成笑話 所以就很好相處啊 真的有的時候是你的看法的問題 你如果幫我每句話都當作是在罵人 那也像是罵人啊 對不對 你看你認識人太少 所以嫁給你先生 你先生其實不是什麼太好的人 你自己衍生出來我可沒這樣講 那你假如用這樣想 那我沒有一句話是好話啊 我剛剛講同性戀那個也會說 哎呦老師歧視同性戀 你也可以得到這個結論啊 斷章取義 你只要把一段剪到YouTube上 那我就是十二不赦之人啊 是嗎 各位同學要平心靜氣啊 不要像做教學評鑑那樣子 把老師這樣就打下去 你看一堂課還沒結束講兩遍 好 愛人之間開 這否定 對不起 愛情關係穩定之前 愛人之間對於愛情對象的回報與否的訊息相當敏感 相當敏感 而且呢會從情感會從狂喜到失望 都在這個訊號上 我呢就常常被學生問到問題 有的時候學生在路上看到我 打完招呼還會回頭跑來找我 我都會很驚駭這樣 打完招呼了 我沒有要跟你講話 那就是表示我還有別的事 回頭找我我就覺得不妙 結果就有人回頭找我 說老師我可能要談戀愛 我說我知道有人可能會感冒 因為你現在鼻塞了 什麼叫你可能會談戀愛 我說有對象了嗎 他說有 我說那他會喜歡你嗎 不知道 可是我們兩個根本就像一對戀人 我說是你自己想的 還是對方有這樣的想法 對方怎麼想我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要去告白 我說對方怎麼想 你不知道你今天要去告白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可能要談戀愛了 我說你是連續劇看太多嗎 我可能不會愛你 這什麼標題嗎 我說你為什麼說 老師我可能要失戀呢 我愣在那 我說失戀回來找我 老師為什麼 我說你那麼有把握 你跟我講幹什麼 等你戀愛了再說 我覺得你根本沒把握 可是你沒把握 為什麼講的時候 我可能要戀愛了呢 你為什麼不講我可能會失戀呢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你還不確定那女孩子的心意 可是老師我跟她很好 我說對就是因為你沒講出 你要跟她 你沒跟她表白 所以她壓力很小 她跟你在一起非常自然 可是她真的喜歡你與否 你不知道 你一旦去表白那女孩子就 如果真喜歡你OK了 你大概一個月三個月 都不會跟老師聯絡 活在你的喜憨期 我們兩個基本上不屬於同事 但是萬一對方馬上說 啊 わかりました 對不對 我知道了 這就尷尬了沒 那你到底喜不喜歡我回來啊 對不對 我明天再跟你答覆 明天再跟你答覆 就不用答覆了 因為這已經答覆了一切了 那我說你萬一那女孩子覺得 跟你在一起原來沒壓力 這下你表白了她覺得有壓力 她可能喜歡你 但沒那麼喜歡你到 要跟你交往的地步 那你這一講她不就尷尬了嗎 尷尬有幾種做法 一個就是大家就當作那天沒發生 在記憶中刪掉那天 然後維持那個時間的序列的這個持續性 一個就是從此以後 那天就變成最後一天 她從今以後見到你 都當作不認識你 因為尷尬她不知道怎麼辦 女孩子原來只想跟她好朋友 現在你要跟她是男女朋友 那她可能心有所屬 可是她又不知道怎麼面對你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見面 這在大學的時候很多人不知怎麼相處 就是這種情況啊 你也不知道你這個情意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對她怎麼樣 你覺得說你幹嘛要破壞這種場面 我們原來不是好好的嗎 你現在變成要跟我男女朋友 可是有些女孩子沒有想到這個 她聽完以後就面色批變 我說沒關係啦同學 誰叫你回頭跟我打招呼呢 懂嗎 你沒有看聽過那個奧菲斯進地獄的那個 那故事嗎 給她的建議是什麼 千萬別回頭 在校園碰到孫老師 打過招以後千萬別回頭 懂嗎 那非常悲慘的 結果她說老師真的會這樣嗎 我說我騙你的啦 哈哈哈哈 她就更不知所措你知道嗎 我說萬一你明天碰到女孩子跟我一樣呢 然後我又來一程你知道嗎 才把她騙完 她原來 我說萬一她跟我一樣呢 先騙你然後再怎麼樣 然後再怎麼樣 你到底知不知道她的情意是什麼啊 今天還沒來找我 大概不會來找我 大概成了我看 哈哈哈哈 唉 我怎麼會知道呢 我不是那女孩 是那女孩我大概也不知道吧 大學生的感情 有的時候就像不要錢的一樣 你知道嗎 可有可無啊 那反正現在沒人 沒魚蝦也好 你也不知道 不走都不會知道的啦 同學你知道都是因為你回頭看啦 沈老師看起來如果有一點點睿智的話 那是因為碰到事情太多 聽到故事太多 絕對不是因為我天生睿智 這個有時候碰到了 就是三折骨功成良一 你生病生多了 你自然知道怎麼一回事 最後一個 至少在兩人關係早期階段 愛人之間最大幸福 來自愛人 愛的對象的贊同跟表注意 談戀愛的時候你看他一眼 他也回看你一眼 哇 幸福倒不行 你講一個什麼他完全贊同 哎呀今天晚上吃得好好喔 這是什麼好吃的麵啊這樣 哇 選的餐廳真好 選的客真好 什麼都很好 那你就覺得哇 人生真的粉紅色道不行啊 直到有一天 這一切就不一樣 愛情是絕對有限 時間有限 所以各位能享受一天算一天 千萬不要要求天天都在談戀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愛情是有限 好 那三種衣服風格 講完這個類比之後 這三種呢後來有人發生四種 三種和四種差不多了 簡單來講都先有一個極端的 然後還有一個兩個中間的型 一個極端呢是對別人或對自己 有一種安全的感覺 那這種是安全型的 在衣服關係裡面 你的對方信賴比較多 對方對你的信賴比較多 這往往根植於你當初 在小的時候 人家照顧你的人 給你一個安全的環境 讓你相信這個世界是可以依賴的 這世界呢是可愛的 所以這是安全型的人 有一種心理學的遊戲 你如果玩過或聽過你就知道 什麼是安全型的人 你就是兩臂張開 然後告訴你說你往後倒 有人會接著你 有人就毫不遲疑的兩臂張開往後倒 一個陌生人會接著你 有人就這就安全型的最好的 最好代表之一 為什麼他不要接著我 另外一型的人就完全的 我不要 萬一他沒接我怎麼辦 我不是摔個腦勺破裂什麼之類的 你就會很害怕很害怕 那這種呢就是另外那個極端內型的 叫做避免型的 人際關係是不可信賴的 你小的時候呢可能像前幾天新聞 媽媽去打電動 把小孩留兩塊月餅給他在家 就家裡亂七八糟 鄰居看不下去報警 警察一看見在屋裡面 只有一個小孩 六歲以下不能單獨在屋裡 各位知道這違反兒童福利法的話 六歲以下不能 他媽媽不僅不在 小孩只能兩塊月餅吃 家裡亂七八糟 還不講可能感染什麼疾病 後來呢警察竟然就真的在 那個叫什麼電動玩具的地方 網吧是不是 網咖 網咖 找到媽媽這樣 那這種小孩呢 如果根據這樣的理論 這樣的小孩長大以後 不會有安全感 對人際關係也不會有什麼信賴 他哭的時候都沒人理 哭的聲勢力竭都沒人理 這就是他覺得絕望的地方 那這個是照顧的 那我們再放 再把它衍生一下 如果你的父母親的感情不好 從小你作為一個小孩 雖然不是那麼小 你都會有意無意的學到 其實你最親愛的人 彼此是不親愛的 你沒有學到什麼叫做愛 你沒有學到什麼叫情感的回饋 那假如你的父親跟母親 然後又分居 你學到的東西就更少 如果在同一個屋簷下 彼此關係非常冷淡 那你學到的就是很負面的東西 那少數那種可以碰到家庭感情很好 家庭很安全感覺的 以前我找年教書 有一個學生說 他到了大學才覺得自己是很奇怪 他在念大學之前全家一起洗澡 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全家一起洗澡大學之前 然後他說老師你家是不是這樣 我家很早就不是這樣 大概小學的就不是這樣 他說奇怪耶 我都以為所有人家都這樣 他們家還有他的親戚家都這樣 一直到台北念書才發現 沒有人這樣 除了他們家人之外 所以他就那種很有安全感的人啊 上課非常大方啊 講話比較大聲啊 然後要什麼活動都積極主動啊 就是那種很標準的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啊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很多問題 真的不是你的問題 是你爸媽造成 同理我不希望你將來 造成另外一個小孩的不幸 你比較幸運的地方 你上課你知道這道理 你可以用你的意志力量 去轉變這種情況 你的爸媽或其他人沒有學過 他都認為這是正常的 那你就這樣對待你們 覺得說我都可以這樣長大 為什麼你不行 可是他不知道他這樣長大 你可能學沒有學到的東西 或你學到很負面的東西 這是不好的 這就是你在大學你可以 或在上這邊課 你可以學到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讓自己 讓自己的家人 變成更好的人的一個契機 這不是只是一門幫助你找到工作的 希望你找到人生方向 替你的家人替你的家族 找到一個可以變得更好的 一個一種東西這樣 那這避免型是很糟糕很極端的 我上次有沒有講過這個故事 很悲慘的故事 我剛認識一個人 他就一個學校教書的人 我不是因為這個問題去請教他 是因為別的問題請教他 坐下來大家吃飯 才沒幾口他就問我說 孫老師 我那時候好像還沒教愛情社會學 他說孫老師 那天我女兒請我跟我先生吃飯 我覺得應該有其他開場白嘛 孫老師哎呀酒養啊 什麼之類的你知道嗎 連這都不開場 我常常很困擾 就很多人跟我講話都不開場 沒有開場白 就直接問題就來 所以後來我也養成很直白 你問題來我就直接回答這樣 另外當然還有別人喔 還有別人 這是家族秘密 他竟然敢跟我講喔 我那時候都很困惑 後來有一個學生跟我說 老師你不知道嗎 你自己沒發現嗎 我說什麼 他說你長著一張 人家忍不住要跟你說八卦那種臉 我自己看了只覺得肥 我就完全看不出我有那個臉 我說要有一個人是那樣 我才不願意跟我講我的八卦 可是我真的碰到太多太多太多人 那這個是其中大人喔 不是你們那種大學生很好騙的喔 好他就說他女兒請她吃飯 我就知道這故事不妙 還好我先把飯給吃了 我想吃人家請吃飯先把它吃得為妙這樣 先下肚為安 拿了錢先落袋為安 懂嗎各位同學 結果他又說我都沒插話 我已經知道結局了 我已經知道結局了 你們同學知道結局請舉手 到現在為止 他女兒跟請她跟她先吃早飯 沒有哈 你看你們段數還不夠 希望學習結束的時候 你們可以至少知道中段是件什麼 他說呢他就他就幫他 他先生跟他幫他的女兒 在郊外買了一棟房子 很高樓層風景非常好 很高樓層風景非常好 知道結局請舉手 好很好 聰明啊 你們這些人以後不必上了 隔兩週來上一次就好 開玩笑 然後呢這個故事太悲慘了 然後每次講都會熱淚盈眶這樣 然後他說他女兒就有一天打電話給他 跟他先生 然後他就補充說 我跟我先生不住在一起 我先生是大學校長 他就這樣講 我沒問啊 我沒問我連眼睛都不想抬起來 我想抬起來對熱淚盈眶就很難看 因為知道結局了 他說呢他女兒一大早就打電話給他跟他先生 然後他說他女兒就做了一個早餐 然後說爸媽謝謝你們 然後就往外跳 後來拉住了 拉住了 就沒有跳下去 然後找鄰居 一大早找鄰居來把他拉上來 拉上來以後 這女兒後來就出國了 他就告訴我這個故事 然後他問我說 孫老師你覺得他會再去自殺嗎 我說不會啦 他欠你的都還啦 他好像聽懂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講什麼 他覺得他聽懂了 我都是 有時候我是覺得我只是隨便說說 然後別人都覺得我有深意 那就有深意吧 反正 反正另外一個人說 為什麼要講這個 今天不是要談這個 那反正就開場白完了 就開始講到別的話題 原來要談的話題這樣 好啦 所以你們要任何人要跟我講故事 我非常了解 我有那個臉這樣 現在那個臉比較肥一點而已 OK 好也有人叫老師減肥的 也有 因為我也有那個臉 懂嗎 老師我覺得你還是減肥一下 可能人家跟你講的八卦會比較不那麼油這樣 那這中間呢就 不是安全型的 但也不是那個另外型 就是焦慮型啊 我該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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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前者後者都至少有一個很好的決定 說我不做那個 這個不管是退縮型的或者什麼 我不做 但是呢這些人就不知道要不要做啊 你知道嗎 人家說該做 可是我不想做 然後我不做了以後 人家會看不清我 這樣很難很難 同學中很多人是這樣的 很多人這樣的人呢 被跟某種星座連結在一起這樣 我個人是不認為這樣 但很多人認為 你看我猜他就是那個星座的這樣 我不認為 好 那這些型的人呢 可以從怎麼樣測量出來 你看他從答案的百分比 從報紙的樣本跟大學樣本 安全型的人你會發現自己檢測一下 我發現自己很容易跟別人接近 而且依賴別人 同時呢 依賴的時候感到很自在 我不會擔心被遺棄 等一下我是不是跳 沒跳 我不會擔心被遺棄 或者別人太過接近我 你跟同學講話喔 你會發現有些人喔 你稍微近一點他就往後退啊 有人可以跟你很近喔 那那個就是一個每個人的距離 身體距離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朋友大家講悄悄話 幾乎在耳邊了對不對 俗話說叫搖耳朵 如果跟一個陌生人要跟你搖耳朵 你一定躲到不行了對不對 我耳朵很珍貴的 不然到時候變成哆啦A夢 那得了嘛對不對 哆啦A夢就是不小心被人家咬了耳朵嘛 被那老鼠嘛是不是 聽說 避免行的呢 我跟別人太接近會很不自在 我一定要跟人家保持一個距離 到一個地方一定坐很遠 坐到那種盡量逃生最方便 然後人家碰不到他的地方 所以一進教室做那幾個角落的 大概都屬於這一型的 你看今天這個角落都沒人做你知道嗎 這叫缺門牙型的做法 就表示這堂課不是很受人歡迎啊 以前我想研究一個教室學生的分布 跟老師教學好壞的這種研究這樣 沒成功 沒成功 因為我自己研究自己的很難得到答案 好很難完全信任別人 很難讓自己去依賴別人 別人靠近我太近我會很緊張 而且呢伴侶都希望我更親密 我覺得很不自在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接吻 我們可不可以就這樣手牽著手就好 那如果要那個 那我們可不可以只要接吻 不要再做那件事情 反正想盡辦法盡量不要任何機械接觸 那這個女生居多 男生不是沒有 那這個他就覺得很不自在啊 很不自在 會要求你做這個要做那個 做這個要做那個 然後要求了很多 然後到時候他還是不跟你做 因為不知道怎麼辦 緊張也有可能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因為 他是避免型的這種這種情況 依附關係或依戀關係 焦慮型的你看啊 這比較麻煩 我發現我希望跟別人接近的時候 別人都很不情願的樣子 有點自卑 自卑覺得親近別人不喜歡 我經常擔心我的伴侶不是真正的愛我 也不是想跟我在一起 我希望跟別人融為一體 這樣會把人家嚇跑 好嗎 我剛剛舉那個同學 要去表白那個例子 那個呢基本上是安全型的人 他覺得自己會成功 假如是那種避免型的人 焦慮型的人就說 可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那天我大概就不用做別的事 光聽他左邊講一遍右邊講一遍 我的認知就毀了 所以呢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不要忘掉這個不是萬靈丹 這個不是解釋一切愛情行為的 不是 這只是其中一種可能的解釋 所以你符合了你也不要太高興 不符合也不要太難過 懂嗎 這就是少數不通過的測驗 是比較好的那種 那這堂課先上到這裡 剛剛講到衣服風格 但是這裡面呢他們也去調查 衣服風格跟大家的愛情經驗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你看這個右方 這個講義的右方是衣服類型這三種 你看哪一種得分比較高 就表示那是那一種 那種型的人常常感受到的這個愛情的經驗 第一欄是幸福 第一列是幸福 happiness 安全型的感受比較多 焦慮型的就低一點 避免型的就稍微低一點這樣 再低一點 友愛friendship 也是安全型的會感覺比較多 然後接下來也是這樣慢慢遞減 然後呢這個信任trust 也是叫安全型能高 其他的都稍微差一點 害怕親近 我就讓你看 最高的跟最低的就差的比較多一點 避免型的是比較高的 但沒有高過安全型上面的那個分數 那安全型的人呢避免 他覺得這個害怕親近這點呢是比較少的 不會怕親近 接受避免型能就比較低 然後那個兩難型的反而是比較高 極端情感 極狂喜跟狂怒 這種極端情感 然後是焦慮型的多 其他的就比較不會那麼高 安全型的在極端情感上面是屬於比較低的 所以他情緒比較穩定 不會那樣子 因為他有安全感 所以這其實相關的 忌妒 那個焦慮型跟兩難型的人 在這方面會表現的比較多 強迫觀念也是焦慮型兩難型的 信息引力焦慮型兩難型的 或者這個結為一體的慾望也是 回報的慾望也是 一見鍾情也是 所以你經過這樣子的調查 你慢慢可以知道愛情的面向真的很多種 所以呢如果你發現自己在哪方向比較親近 某個類型的話 你大概可以回溯過來看看自己大概的愛情的依戀關係 大概是什麼樣子 有這個呢目的當然是希望你能夠認識到 然後認識的目的 是希望你能夠做某種程度改變 讓你生活變得更好 不然的話這一切只是調查 沒什麼太大意義 好那他有解釋 安全型的愛人呢 是他把愛描寫成是幸福的 是有愛的 是信任的 並且就算是伴侶有錯 還強調能夠接受跟支持他的伴侶 可以原諒他 所以有人就算劈腿 有人會選擇原諒 第一次原諒是有道理 第二次以後原諒 那你大概就是縱容 兩人的關係可以維持比較長久 而且呢浪漫的感覺起起伏伏 一開始會達到一定強度 有些關係中浪漫還不會消退 但是浪漫的感覺有時候也是每個人會不太一樣了 第二避免型的愛人呢 這是另外一個極端 害怕親密 起伏變化大 善於嫉妒 可是有些人呢在談戀愛之後會告訴你說 欸你這樣哪是談戀愛啊 你都不嫉妒嗎 你男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就有點在那邊煽風點火 在那邊好像希望能能怎麼樣這樣子 那也有人常常問我 老師難道愛情中沒有嫉妒嗎 我就想哎呀你是內行的人 你幹嘛說這個呢 你自己是就是 不要認為你是就是世界上的道理 在世界上很多種不同樣的人 你善於嫉妒 對方也善於嫉妒 你們兩個剛好一對這樣 好在正向愛情特徵中沒有最高的評分數 所以他沒有什麼正向的那個 因為常常就這樣也可以 那樣子也可以 然後這樣也不行 那樣也不行 很難拿定主意 然後他認為呢 令人神魂顛倒的浪漫 存在小說跟電影中 然後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完全生活中沒什麼浪漫幻想 那浪漫愛很少會持久 也很難找到一個真正產生浪漫愛的戀人 這是避免型的另外一個極端 因為過去不好的經驗 或者自己不相信有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是針對這種人 你要那種什麼 這辦公室忽然間扶起一個氣球 跟他求婚 或者什麼電視牆跟他求婚 我保證你他不會答應 他一定嚇到跑掉這樣 不要以為所有人都會跟電影 或者廣告一樣 你當然在很熱鬧場面跟他求婚 讓他難以下台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絕對不會接受 因為這太可怕了 焦慮跟兩男型的人中間 對不起 應該這個才是這一型 就是將愛描寫為迷戀 期待回報融為一體 情緒變化很大 極度是信心以利跟嫉妒這樣 認為這樣子 我嫉妒我男朋友才表示我愛他 或我嫉妒我女朋友才表示我愛他 所以呢他時時刻刻要來查詢你在幹什麼 我在上孫老師的課 那你把手機打開我聽聽看他上課講什麼 要確定有在上課這樣 好 那也認為呢容易追入情網 常常覺得自己要開始追入情網 雖然很難找到他們所謂的真愛 因為他不相信有人真的會愛他 可是又期待真愛 所以就在尋找跟不能確定之間這樣徘徊 會讓安全型的有時候覺得 欸他很 你很煩欸 我跟你在一起 我這樣愛你還不夠嗎 你還要懷疑東懷疑西這樣 你說我還才懷疑東懷疑西 等我懷疑南懷疑北的時候 那就麻煩了 至少還有東北沒有懷疑 北跟南沒有懷疑 那一風格跟心理模型的你可以看一下 這也是他們 小說跟電影中描述那種神魂顛倒的浪漫 並不存在真實生活中 安全型的人很不太相信這個 但是焦慮型的人比較相信這個這樣 那其他我就不念的 就是也剛剛其實多有重複 那接下來這個下面部分 三種衣服關係與自我跟雙親的關係 安全型的人自我呢 很容易跟別人相處 焦慮型的人對自己會比較懷疑 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或者自己呢 就算都考上台大了 覺得說哎呦我不是最好的科系 是最好的科系呢 哎呦我不是第一名 他永遠永遠永遠可以有做見自己的地方 覺得自己不夠好的地方 然後避免心就在兩者之間 他的對自己的看法 那母親部分呢他們研究母親 安全型就沒有講 就用別的方式來 跟安全型的母親相比呢 這個中間這一欄是焦慮兩欄型的 比較介入而且比較不公平 有的時候有些母親對於小孩的照顧 會是造成小孩原因的重要結果 母親萬一也是這個首尾不定 這個就很麻煩 然後跟避免進母親相比呢他有反應 而且比較有趣 所以不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 但是呢這個逃避型的 比安全型母親相比嚴格要求 不尊敬別人挑剔 你永遠做的不夠好 我以前認識的一個人 他的母親他在得到博士學位之後 在美國打電話給他的母親 那時候沒有這些設備 所以打電話是很好的 很難的一個方式 他就很高興說 媽我得了博士學位了 他媽說這什麼稀奇啦 你拿諾貝爾獎的時候再打回來 拿諾貝爾獎幾人能夠啊 你看這母親就是這樣一路要求 等你念國中的時候 等你考上最好的高中你再說 等你考上最好的高中 等你考上最好的高中 等你考上最好的大學再說 永遠永遠你達不到那個最高的理想 很傑出很優秀的人 好那父親呢 跟安全型的父親相比呢 這個不公平而且比較有威嚴 那跟避免型父親相比呢 是比較不公平但是比較講情感 那那個另外一型呢 是跟安全相比呢是講求強力不關心 傳統的父親都認為 只要在外賺錢養家就可以了 男主外女主內 這種父親呢都不知道 辛亥革命已經成功了 地質已經過去了 舊思想應該被轉變 還這樣做 還這樣做的結果就是 家庭非常不幸福 小孩不喜歡他 太太不喜歡他 然後變成一個可憐的男人 工作像公乙一樣的男人 然後覺得說 這個世界人都不知道感恩 我對我太太那麼好 他也不知道感恩 我對我小孩那麼好 他也不知道感恩 我要是不在外面努力賺錢 他們哪有今天 就變成那樣非常非常 憤滿的一個 大陸叫做憤青 我們可以改成叫憤老 憤怒的老年人 覺得自己做了一輩子 為家人做牛做馬 都沒有被appreciate這樣 那雙親的關係呢 基本上呢 有的是不快樂的關係 有的是根本就沒感情 不快樂好歹還有感情 還有情緒 不管沒感情 不聯絡 不知道對方生死如何 I don't care 完全沒有關係 你們不是要做一個作業嗎 你們的作業裡面 你們大概都看到 到底你的父母親之間 到底什麼樣的關係 還有你現在 或你已經談過的戀愛 或你將來談戀愛 大概會是個什麼樣的 你大概藉著這次作業 跟這個上課 你大概可以知道個七八分 不是一定就是這樣 各位千萬不要相信 書上講的東西 就是你的命定的東西 不是這樣 這只是一個參考 那後來也有人 把這幾個理論呢 做了一個比較 整理比較 那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對學術研究有幫助 對生活呢 就不一定有太大幫助 接下來另外一部分呢 是39頁 剛剛那個是三分的模型 這是四分法的模型 四分法模型 我們一樣有這個安全型 然後第三格的地方 這個恐懼呢 就接就比較接近那邊的逃避型 那中間呢 原來那個焦慮兩難型 就區分成兩種 這個英文有時候很難翻 我看到有些人的翻譯 台灣的一些人 我看到那個 登在網路上的一些文章 翻譯也都不一致 所以我這邊有翻專注跟拒絕 那有的不是這樣翻的 總而言之 不管我們不做 進一步學術研究 就告訴你這個分類方法 雖有不同 但是重點是一樣的 衣服類型 大概可以分成 簡單分成三種或四種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的另外一個 愛情的理論 比較少人提到 但是現在也慢慢受到重視 就所謂的圓形 愛情的圓形理論 或圓形分析 Prototype Analysis 這個派 這個派手做的方法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大部分的 愛情理論 都是學者 根據現有的研究 調查 或者過去的研究成果 然後 擬出一個愛情的一個指標 不管是三個元素 六個元素 或者幾種類型 然後呢 再用這種類型 再來測量 或者是研究其他人的愛情 那有一派人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能從日常生活 一般人的想法 他認為愛情是什麼 我們來做一個總整理 看看能夠整理出多少 愛情的要素 這個他叫做圓形 Prototype 然後這個Beverry Fair這個人呢 就做了這樣的事情 然後呢 在這個右邊這欄 有FB&C L&A 那個不是 這個不是這個叫什麼 不是這個服飾店的廠牌 什麼B&Q什麼之類的 不是這種東西 這是他們的研究 研究是哪裡 出自哪裡 下面都有註明 好 那你看 四個X的 就表示四個研究都發現 這是很重要的 有點像排行榜 或者有共識這樣的東西 第一個是信任 Trust 所有的研究都認為愛情關係裡面 Trust是非常重要 甚至居於首項 如果愛情關係沒有Trust 那就不用講 我們跟一般人 不太需要太嚴重的Trust 那這個Trust有Personal Trust 因為是這個人 所以你相信 有些是Institutional Trust 是因為這個單位 所以你相信 譬如你到Seven買東西 Seven店員你大概不認識 一般來講你不認識 那你為什麼會相信Seven呢 因為這個機構你認識 你相信這個機構 你買東西是跟Seven買東西 你是跟類似這樣的機構 所以你這個呢 是你的這個叫制度信賴 郵局或者銀行的那些先生小姐 你大概都不認識 你為什麼會相信他不會A你的錢呢 是因為你相信他的機構 不是相信那個人 那各位在台大上課 到底是相信老師還是相信學校 我就不敢說了 因為涉及到個人利益的問題 所以不能隨便亂說 所以你可以自己注意到 你日常生活會相信某些事情 到底是因為那個人 還是因為那個機構 你坐公車坐捷運 那個車會來 你是相信捷運局的這個訓練 你不是相信那個司機 司機你不認識 許多大陸的遊客到台灣來 會發現台灣人很守法 我有一次聽到 我都覺得不可思議 我覺得台灣人怎麼會守法呢 你沒看過美國人 你沒看過德國人 我說怎麼守法呢 有一次有一個人來開會 他說你們捷運又乾淨 然後那個乘客 全部都站在那條線上 我說你們大陸不是這樣 你們大陸隨便站的 他說他就沒講大陸的情況 或者講了我也忘了 我說我們站在那是因為我們 不能站別的地方 站別的地方車門不會開啊 你站別的地方 人家以為你從外縣是來的 外行才站在那個線以外的地方 他就愣在那 我說因為捷運的門 會開的地方 所以我們站在那 我說你上 你到做完捷運 你上去看公車 公車站他排不排隊 公車站不排隊 為什麼 因為公車不會停在一個位置上 什麼時候來你不知道 對不對 來了你就讓他衝過去 怎麼這樣衝過來 對不對 然後捷運站 那公車站很長啊 對不對 你的公車在最後一班 你就趕快趁著紅燈 跑過去跑過去 那實際就叫人家 然後再呼呼再跑回來 因為要往前動嘛 對不對 我就不知道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不能輕軌鐵路呢 一條就拉過去了 拉到分岔的地方再 再有不同的公車嘛 這樣就不會擠到了嗎 你永遠這條線上 就是那一班公車 就在這邊來回來 因為這條線 你要到別的地方再 因為像螺絲幅 就很長一條 一直到那個頭都是 就是有分工車有什麼用 他有的往別的地方走 那才要換車嘛 不然你看 來了一堆車就擠在那 然後那個 什麼碳排放量 這就更不用講 我就不懂 這條路就是一條路 然後你要岔出地方再岔 為什麼不能一般公車解決 來回的 這樣不要兩個拐道啊 反正我常常覺得很多事情 大獲不決 好 不管啦 那個就是信賴 好 你不 公車不排隊 是因為你不要信賴他 因為他不會在一個定點上 如果你想一個公車的月台 只有一班公車會到 那你當然也排隊啦 因為你不排隊沒好處嘛 他會停在那裡嘛 紐約市的公車 就這麼簡單啊 他就是一個牌子 一個公車啊 所以你一定要站在那牌子裡 那公車司機就會停在那裡 門就在那個上面 就跟那捷運一樣 他那個開的門 就在那個牌子前面 所以你排隊有道理 如果他停的隨便亂停 公車站隨便亂停 那你排隊幹什麼啊 我家樓下是個餐廳 有的時候晚上呢 就排了一堆車子路邊臨停 公車站他都停啊 那公車來怎麼辦 你知道往路上走啊 你排隊有什麼樣子 沒有人排隊 所以你坐捷運 看到台灣人排隊 你覺得他很守法 你坐公車看他不排隊 你會認為他不守法嗎 不是的 制度影響你 守法對你有利跟對你不利 你過那大馬路有紅綠燈 你一定根據紅綠燈 小馬路有紅綠燈 沒車你就過 對你有利嘛 反正你不會被撞死 對不對 他也不會撞到別人 沒車你還等什麼 像那個眼鏡行那個小路啊 這個台大過來 不是畫了一條 只有理論上只有腳踏車可以走 行人不能走的 台大學生我就是腳踏車 腳踏車就是我 對不對 正即腳踏車腳踏車即正 就把自己當腳踏車走過去了 對不對 而且我們台大學生基本上都變形金剛 警察來的時候就變那條腳踏車 對不對 警察沒有人就恢復人形這樣 你覺得有用嗎 過馬路有時候畫一條 特別是腳踏車專用到對不對 這都不能有制度信賴啊 我這講信賴啊 腳踏車那條有多少腳踏車在走 腳踏車該走的有時候行人走 行人該走有時候腳踏車走 然後兩邊都有的時候大家就像 就雖然夠生命啊這台語講的 你就個人就住自己的性命好 你別考慮太多 只要對方不撞 你不撞對方就行 所以外人看 有畫啊好文明啊 這邊是腳踏車專用的 還綠色的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人行人專用 等真正走路的時候你看看嘛 你看看嘛 尤其中午吃飯的人多放學的時候 你看看公館那邊 你看看成品這邊 成品這邊好像沒有腳踏車專用的那個 對成品這邊沒有那邊有 那有人真的用這個嗎 後門也有啊 Spa Starbucks那個啊 也是啊那有人用嗎 這就是制度信賴是沒有的人的時候用 那制度不信賴呢 是有人的時候大家就 你就不會相信這個制度 沒用的畫的也是沒用的 好這是信賴順便就講一下 就社會權 你的朋友你喜歡的人 萬一講話不讓你信任 通常你會信任他是因為剛開始 然後慢慢你發現這個人有時候怎麼搞的 有時候講話不那個 你就要去確認啊 跟你約會了沒出現是為什麼 是記錯日子呢 還是他自己忘了 這事情是有的啊 還是他其實當初答應你是敷衍的 或者其實沒講定 有空我們吃飯好啊 那今天晚上啊再說吧 那你覺得這是要還是不要 到晚上你覺得不是說要吃飯嗎 沒有啊我跟你說再說啊 可是我不是說今天晚上嗎 對啊所以我說再說啊 那你看這就沒講好 有的人有默契完全不必說的 有人沒默契 這就講的都不一定成功 信任是很重要的關係 第二關心也是 可是信任跟關心好朋友 或者其他特別的事情也會 像老師要不要相信學生 學生有時候請假或持交報告 跟老師講一個說法 我是選擇相信學生省著煩惱 有些學生呢就選擇講了一堆很複雜的理由 我說同學持交我答應了 你就在上面寫老師答應過就好了 你不要跟我講一堆有的沒有的理由 我相信你講的 我不希望我的課 我不希望我的作業造成你是一個撒謊的人 我是相信這個罪惡是有連帶作用 你犯了這種道德上的罪 老師得跟著加上一條 誠實 這也是 談戀愛還不誠實 或者你男朋友女朋友之間 常常還有不誠實的地方 當然這誠實跟另外一個秘密有關 到底多少部分你可以保留自己的秘密 還是男女之間要的所謂的百分之百的誠實 這個每個人講法不太一樣 每個人做法也不太一樣 有人是百分之百的誠實 那有人發現千萬不要誠實啊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學長就告訴我 你不要把你前女友的事情啊 或者你追過女孩子的事情啊 都告訴那個你要追的女孩啊 她不會跟你在一起的啊 她到時候跟你翻舊帳啊 你就一律不承認 你就說她是你最愛的人 而且是唯一 穿幫了再說 結果學長這樣叫我 我說可是 可是 後來我還是選擇做自己 學長都永遠不承認 她有前面的女朋友這樣 所以呢 以前我們是有相簿的 你們現在相簿都貼在Facebook上面 所以你們這時代的人啊 真的要撒謊很難 因為Facebook就是證據 我們那時代呢 只有你的相片簿 所以有人呢 你到人家家去看她相簿抽換了 忽然間空好多格 只要跟前女友合照 全部都抽換掉 來不及唇部擺上去就抽換就空了 你就知道她最近情感狀態有變化 你們現在就是情感男什麼 穩定交往中 對不對 你們現在的做法是 你就不要忘掉啊 你們現在做法 某種程度叫你越來越誠實 因為現在所有資料都可以被查證 這在我們那時代是做不到的 你都可以撒謊 查證不了 你們現在所有資料都可以查證 所以做壞事 警方要查到很容易 信用卡的交易通話紀錄 還不講我上次跟你們講的 你的講話內容 人家在別的地方可以遠端間 聽得很清楚的 如果不拿掉電池的話 所以這些呢 都會造成你們這時代人要說謊 其實後果是很很容易查到 後果很容易 所以你們應該越來越誠實才對 在你們這個時代 可是好像又不是這樣 尊敬 Respect 這尊敬呢 有的時候是一個不太清楚的字眼 什麼樣的狀況叫尊敬 像大學老師進來 沒有人喊起立敬禮啊 高中以前你都喊 對不對 高中以前大家也都起立敬禮 為什麼到大學就不一樣了呢 大學老師不值得尊敬嗎 我一次都說 同學第一堂課 跟最後一堂課要起立敬禮 尤其大一那個 就把班代王就說 好 各位同學 聽我的口令起立 然後大家就真的起立 嚇死我這樣 我就覺得好像回到軍國主義時代 但有些人認為 這對老師的基本尊重啊 那後來有人說 尊重什麼 教師節都不放假還尊重什麼 就一副那種 釋風日下道德敗壞那種想法這樣 我們老師有時候就會自己沉溺在這種 自己舔傷口那樣 時代在也不一樣 老佛爺當初在的時候 好像一群太監 悲傷 悲傷這個美好的時代已經過去這樣 然後接下來是關心對方的福祉 結果這個調查研究覺得重要 其他好像覺得不重要 這很奇特 關心對方的福祉 忠誠 loyalty 只有兩個調查研究的人覺得很重要 你覺得忠誠不重要 在愛情關係裡面 其實忠誠跟我覺得誠實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才是 不要忘了這是一般人 所做的這個陳述 然後承諾呢 你看 commitment 這個Standberg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呢 結果在這裡有三個人覺得 三個研究覺得重要 接受對方的現況 這有四個人覺得重要 以前有學生的男朋友 學生在上課問一個問題 我覺得那問題不可思議 他說老師我男朋友一直對於我跟他 我的初吻獻給別人這件事情 一直耿耿於懷 請問我該怎麼辦 我說那有辦法 你去找小叮噹啊 回到你的初吻的前一剎那 然後搞破壞 然後你就不會有初吻 然後就要再回來 然後你就跟他是初吻了這樣 不然你怎麼辦 發生的事情你要怎麼辦 而且你已經告訴他了 我說你男朋友萬一還耿耿於懷 你就不要跟他接吻 你說反正你不是第一次嘛 那你就跟他做第一次的事情 讓他知道說他還想有第一次 懂嗎 我建議你離開這個男的這樣 這講過沒 發生男朋友就來找我 好吧講過了 那我還有什麼可以講呢 我那一千多個故事 現在滿滿在腦海中出現 好 那就接受對方的現況了 那很多人不能接受對方的現況 那這個通常都很嚴重 那支持了 那接下來這個 愛意13 affection 這個有時候英文跟中文 不是那麼完全的對應 affection也是你要跟他要有情 要有情感這樣 這也是四個 分享 sharing 你跟他在一起 不止有食物分享啦 思想的分享啦 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intimacy 這個也有 那其他還有一個compassion compassion呢 就是跟他虛寒問暖的同情 真正的關心他的這樣的東西 compassion 那其他的還有一個是第四十項 性的需要 sexual passion 性的激情 這個呢特別是在初階的時候 你剛開始的時候比較需要 到了後來談戀愛的終期 甚至進入婚姻以後 婚姻早期夫妻的性行為會比較的次數比較多 到後來就激進沒有性行為 那有的人甘之如疑 但對有一些年輕人來講 天啊沒有性行為這還叫夫妻嗎 這樣 性行為這件事情我上次也說過 我們也會有一堂課專門來說 有些地方呢因為我們知道的太少 想的太少會把這事情想的太那個 性行為呢據很多研究 如果重重性行為廣義來講 有人覺得小手摸一摸就已經快得到不行 尤其年紀到了一段 你覺得能夠握著小手 然後邁向一個共同的未來 老伴明天吃素 你覺得幸福 別人也覺得幸福 那就不是年輕人一定要那種天雷溝動地火 好萊塢電影式的那種幸福 好那這是還有一個四項的 大家研究出戰爭 是在第四十一頁的犧牲 sacrifice 犧牲這件事情呢有時候會有一點道德的問題 你愛一個人你是不是該為他而死 情歌裡面有特別是王妃的那一首 我願意為你拋棄我生命 你們前面講很多了 最後說我願意為你拋棄我生命這樣 那很多做家長會覺得幹什麼呢 如果你喜歡的人過世了因病或因什麼原因過 你要殉情嗎 在古代的印度有一個教派 叫這種行為叫sati sati 特別寫成協體字表示那是外國語言 sati呢就是要訓夫的 太太的太太結婚以後 某一個教派某個地區 然後那個老公死了以後 就妻子要陪葬了 活人陪葬了 那個清朝的那個後來這個規矩就沒了 那早先清朝的那個王室也是一樣 皇帝過世了 其他嫔妃都要陪葬 還包括戰馬呀什麼都要陪葬 非常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那愛情裡面呢有人會覺得這是我志願的啊 我沒有了他我活著也是沒意義的啊 你看我們在開始講的這個鐵達尼號的羅斯 羅斯沒有了這個傑克快活到一百多歲 這什麼意義呢 還有一個孫女是不是啊 那這有什麼意義呢 那電影來拍那個都沒有拍他任何一點啊 而八九歲的時候怎麼樣 沒有就直接拍他一百歲的時候 這當然也跟故事的重點有關了啊 所以像這個犧牲啊 要不要在什麼樣的情況一起死 這是一個不太好說的題目 愛情裡面有一種行為叫做殉情 日文很特別 我也是看到日本的一句 叫橫濱心中 我們看漢字叫心中 蛤 就是殉情的意思 就中文殉情的意思 完全的漢字 但是幾乎不能夠 特別呢通常殉情是指一對男女 在異性戀的情況 當然同性戀應該也有 那因為社會上的某些因素不能夠接受 不管父母親不能接受他們年紀過大 比如超過二十七歲啦 然後男的是女的指導老師這點啊 那個在古代呢 就可能就構成殉情的條件 那現在就是回去當老師 然後讓人家愛到不行的老師對不對 我從來不敢講 我是讓人家愛到不行的老師 我是讓人家不行愛的老師 愛老師怎麼是對的 愛老師是不對的 殉情 所以像那個或者跟有婦之夫啦 反正你的愛情的行為 基本上因為社會因素不被祝福的話 大概當時走上殉情是常見的路 這當然是我們絕對不鼓勵的事情 但是三不五時你還是會聽到 有的人就私奔了 這個社會不容許我這樣做 那我因為愛情我就跑了 中國古代就很有名的故事啊 在漢朝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司馬相儒 然後看到一個寡婦叫卓文君對不對 兩個人就愛上了 那愛上了 不管當時因為什麼原因 就不能說他們兩個人 兩人就私奔了啊 所以後來大家都覺得 那你媽媽罵了也還是一個故事啊 當時人不能接受 可是呢像孔雀東南飛這樣的故事 這古詩十九首裡面 孔雀東南飛呢 是因為一個夫人嫁到一個小官吏的家裡 小官吏的媽媽這婆媳關係衍生的 小官吏媽媽不喜歡這個年輕的這個女孩 覺得這女孩手腳不夠俐落 做的家事做的不好 然後不能夠紡織什麼都做的不好 就常常去繳這個繳她這個媳婦 然後這媳婦呢 兒子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麼辦 媽媽就說你把她修了 我再找一個更好的給你 差不多就位於南北朝的時候 這還沒到了宋朝 到了宋朝女人就慘了 因為什麼 什麼東西四小失節四大 所以呢這個 就是說女人呢可以不要命 但是你不能夠不要臉 那男人就可以不要臉 就可以不要臉 就可以繁重 就是雙重不要臉 這在威婦南北朝的時候 最後呢 兩人就相約 這先生那裡沒辦法 奧不過母親的意志 就說這樣吧 你就先回去 我改天再去接你 等媽息怒了我去接你 這女的回去以後 她哥哥逼婚 什麼玩意兒 我哥哥把你找到更好的 就哥哥就找了一些人來 這女的懷念她的老公 就沒接受 最後呢 這老 這個太太 就好像投胡致盡 老公後來聽說 蛤 她投胡致盡 撞石頭就死了 孔雀東南非啊 很長的一首詩 古詩石頭首那邊 很長的一首詩 唸完了 讓你覺得蛤 然後最後 這個故事就結束了 那那媽媽怎麼辦 兒啊 早知道這樣 我就讓你們倆在一塊兒啊 你怎麼就這樣死了呢 羅密歐朱利叶 一模一樣的故事啊 就是沒結婚而已啊 家人反對 家人反對想不出辦法 來那我們死唄 先炸死 沒想到這炸死 因為炸好就真死了 對不對 然後碰到那個很笨的那個 那個Friar Lawrence 大家都覺得沒路了 那社會上反對 那我們就只好走上 另外一個世界 希望在另外一個世界 大家能夠成全我們 最近有一對情侶自殺 也是寫這個 我們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 哎呦這個時代 還有這種事 真的讓人家看得很難過 哎 三不五十 都有這樣 然後那橫濱心中那個 好像是日本在什麼 近代的文學裡面 近松門左衛門的那個 就是專門以這種殉情戲 吸引這個都市的中產階級興起的 哇這個愛情的那種偉大力量 所以會讓很多人一直到後來的這個 有一陣子非常非常有名的電影 也是這種到東京人到京都去約會 然後最後兩個人死掉 叫什麼電影來的 啊一直把那名字給忘了 電視拍了 電視劇拍了 電影拍了 書也出了 很多人說那是一部殉情電影 我說不是殉情電影而已 因為那結局太詭異了這樣 殉情電影有各種不同的結局 叫做什麼名字來的 有人知道嗎 電影是黑木桐主演 黑木桐跟異所廣司主演 對施樂園 對 那陣子紅到不行啊 紅到不行 跟米爾頓的那書是一模一樣的 施樂園 這個也是那種 從外遇到後來 後來變成是一個殉情的故事這樣 然後那殉情當然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非常非常特別 好那不想讓大家失去興致 所以你有機會去上網去看 那這些都是有關愛情的這個分析 那愛情分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是今年新增加的 那有些念哲學的人在想 愛情到底有沒有什麼最主要最主要的因素 這個essentialist就像精油一樣 最精華最精華的東西 這叫essentialist 我不知道該如何分 講就把它翻成愛的精脆分析 那精脆分析只有這兩個人 他說呢 我們先這個是一個哲學上 所以第一部我就不講用什麼什麼概念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有些我也不太懂 第二個 他們兩個人希望透過一般人來回答這個問題 來找到答案 來找出愛情的essence到底是什麼 所以假如A跟B有愛情關係 然後B缺乏哪些特質 會被認為A除愛B 你聽得懂嗎 聽不懂再多念幾遍 應該可以懂 所以呢第三 他們就從前人的研究發現 因為對方的緣故 而對對方好 是四種關係 四種呢浪漫的關係 雙親的關係就是親子關係 他這邊因為用了parental 所以我這樣子分 friendship 有情跟利他的進退 這四種關係 會對方好 剛剛其實也有在那個prototype裡面 也有那種為對方的福利著想 這個部分 第四 在浪漫關係方面呢 除了因為對方的緣故 而對對方好之外 相關的還有性的欲望 親密 情感的親密 emotional intimacy 自由做自己 freedom to be ourselves 知識跟了解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rust 信任 專注 preoccupation 跟相似 similarity 所以這是他們研究分析出來的 然後第五呢 在雙親愛方面 就是parental love 除了因為對方 或對於對方好之外 還有的相關的 就喜愛 affectionate feeling 所以很多父母親 會覺得自己的小孩很可愛 當然禮貌上 在公園上碰到別人的小孩 一定要說 哎呀你們家小孩好可愛啊 懂嗎 你不能說你們家小孩不可愛 我家小孩才可愛 你是幹嘛呢 在公園裡何必呢 就像我們帶狗去散步 別人說 啊我們家小狗好可愛 我們當然也要回應啦 哎呀你們家小狗才可愛呢 你看那腿短的 總是 總是要講一句回敬一下 我們家腿 我們家狗腿很短這樣 我太太剛撿到牠的時候 以為牠會是長腿狗 就發現怎麼身體都長了 就腿沒長呢 我發現牠是短腿狗 我短腿狗也很可愛 哎呀狗啊 這是上帝送你的禮物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還要花錢買 那狗的好可愛好可愛 我以前不養狗啊 不知道狗有那麼可愛 我以前養貓啊 所以現在我的貓都很生氣啊 覺得自己是收養的 那狗是我親生嗎 當然也不是 大家都收養的嘛 對不對 真實 別想太多 好 就算收養了 我還是一樣愛你們呢 就算你們爸媽 萬一是收養你們的 牠也是愛你牠要收養你啊 這樣子想 好 第六 在友誼愛方面 沒有任何一項符合精粹判準 最高的兩項是Enjoyment Enjoyment我竟然沒翻譯喔 享受了 或者呢因為對方的緣故 而對對方好 但是這個不太顯著 就根據他們分析 好 那第四項的愛呢 在利他愛方面 也沒有任何一項符合精粹的標準 那比較接近的有 因為對方緣故 而對對方好 尊敬 承諾 信任 享受 接受 自由做自己 喜愛 知識了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 這個有跟那個 Pro type and NASA 有點類似 那不管怎麼樣 愛情是什麼 如果是考試 我不會有考試 所以你不用擔心 如果是你情人問你 你回答這個有意義嗎 所以我才會說 人家問我愛情是什麼 我通常不回答 我不回答理由說 這是你要去追求的答案 不希望從我口中 也不應該從我口中給你一個答案 沒有意義的 我是誰 我來界定什麼是愛情嗎 這些人都界定了 那你去參考一下 你可以說有親密 有時候講跟其他老師講一樣 其他老師大概都講Stanburg 那會比較簡單 其他再複雜一點 你就講那個Color Theory 那種三原色加上幾個那個 那大概就是這樣的 那義附理論也可以解釋一點什麼 但是呢這個呢 就在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情況 我們來看看 因為大部分的大學生呢 我最近也碰到一個人這樣子講 大部分大學生希望學到有系統的知識 我禮拜三在生命教育中心 做一個應候座談 就是收到一個大學生 一年級學生 修我另外一門課學生的一個信 黃老師你那天講的非常零散 而沒有調理 也沒有系統沒有組織 哇講了一副那種教學評鑑 他給我很爛的成績怎樣 所以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我這些教學評鑑可能更爛 反正有錄影了千秋萬事可以作證 我就不在乎這個當下的情況 他說老師那別人問的問題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這樣 他就告訴我他的 他說你為什麼不能對這個問題 我期待的是這部電影 有一個更深度而延伸的分析這樣 最後的一個問題 問我為什麼不生小孩 如果可以的話請冒昧的問老師 你為什麼不生小孩 我又不記得我講到這個 我那天因為電腦 不是幾個字就會壞掉嗎 那封信我寫了好多遍 都在同一個地方壞掉 我說氣得要死 我只好用精簡版這樣 就很簡單的回答他 我說第一個同學 應後座談跟上課不一樣 上課你可以很有系統 因為你時間很長 應後座談呢 因為你來的聽眾都不太一樣 我們以我是那種主張 以聽眾為中心的演講 所以你要聽什麼我講給你聽 不要我講什麼你來聽 我講什麼你來聽是上課 那那個場合跟上課不一樣 你們現在大概被補習補冠了 總希望呢 然後聽人演講以後能夠學到四點 然後同學來看一下這邊有四點 然後怎麼樣 然後再一個口訣 把第一個字都變成一個口訣 你就可以背起來 我覺得那不是知識 那是應付考試 你們現在還不能拋棄這個 就很麻煩 我就回答他第一個 說同學你這個場合不一樣 第二個呢 問問題是大家的權利 他很不喜歡前面那些社會人士問問題 那社會人士問問題呢 他又講到他自己的愛情故事 我才不關心他的愛情故事 我說同學你不關心別人 別人不會關心你 今天他問問題你不關心 那你問問題 同樣他也不會關心的嘛 你怎麼沒有同理心呢 長輩的問題是什麼呢 然後你可以跟他交換一件 或你慢慢可以知道 人家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第三個 我是沒有小孩 不是我不生小孩 我最後知道 很簡單一簡單說 我生不出小孩 我就結論這樣 他看到信到今天 沒給我回信 大概嚇到我 他又他講說 小孩不也是什麼 生活中很重要的什麼嗎 還跟我講一堆道理這樣 所以各位同學 這裡面的最後一個教訓 有的人認為自己沒有小孩 是一件很不見的人 是不願意講 我不是 我曾經還接受老師的這個 另外一個老師的研究 研究不孕症的這個夫妻 不孕症夫妻裡面 找不到老公要講 找不到男性的那個 那個受訪者 結果我那個同事 因為跟我很熟 就問我說孫老師 你願意當我的研究對象 我說願意啊 我有好多話要講啊 包括這個求診的過程 還包括這個生殖醫學 在目前台灣的情況 我自己的那個分析 我說我只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說我要選自己的匿名稱號 研究的時候不都有那個嗎 對不對 那有些研究者呢 就很科學說 他說A13啦 B15啦 對不對 你覺得他轟炸機嗎 B15對不對 A13他什麼維生素嗎 什麼的 維生素B群嗎 我說我不要這樣 我要選了 他說老師我一定尊重你 尊重你 你要取什麼 我就說我取我們系族人的名 當然後來沒有這樣做 後來我好像還是B18什麼之類的 好像還是這樣啊 很多人覺得不好講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講 我還這個 有一個政大新聞所的老師 知道我願意講 還說你可不可以到我班上來講 我說好啊 這沒什麼丟臉的事情啊 我就去講 我就去講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同學 有時候當然有些人不願意講 沒有什麼事情 並不表示他不要什麼事情 沒有小孩 並不表示他不要小孩 沒有男女朋友 並不表示他不要男女朋友 可是很多人都會誤解 我那天就碰到 後來有人纏著我 說哎呀我的兒子都沒有女朋友 我說那你急什麼呢 你就越不要理他 他就越可能有女朋友 你越理他 他可能就越跟你鬧 還有他可能同性戀 他有男朋友 他沒有女朋友 那媽媽住在美國 他就聽完就不可自信這樣 我這個人常常就用很簡單的話 我沒有我的人生不值得浪費 所以我也不願意浪費 你只要聽不懂就算 聽不懂就算 反正我也只是來做個應候座談 不必那個樣子 所以沒有什麼 並表示你不想要什麼 這各位不要千萬 你們在訪談過程 你們不是要跟同學聊天嗎 聊天過程你不要以為他沒有女朋友 他就是不想要女朋友 他沒有什麼跟他不要什麼 要記住這個你在問別人 或將來你自己在講話的時候也是 沒有什麼跟你不要什麼是兩回事這樣 不過我覺得很幸運的地方 就是我雖然沒有小孩 但是我徹底有想過 我要不要小孩這件事情 想過很多問題 也考慮過很多面向 最後才做跟我太太一起做了一個決定 那很多人生小孩都沒有考慮過 大家結了婚 大家期待 其他人期待你結婚生子 然後呢你就不管是期待中的 還是不期待中你就生了小孩 你都沒有好好想過 你就算有小孩 你要怎麼樣照顧這個小孩 很多人沒有想過 各位在那麼早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想過 如果愛情還沒來 你就想過你要怎麼樣的愛情 你修這門課你可以聽到很多故事 你也可以都學到很多人研究的結果 你希望你的愛情是個什麼樣子 你好好的把它想一遍 因為別人沒有機會 你有 你不要等到有一天 莫名其妙愛情來了 然後莫名其妙愛情走了 然後你就像是沒有上過課的人一樣 然後在完全茫然不知所措 你至少聽到那麼多故事 學到那麼多的這個課本上知識 講義上知識 你應該跟比別人有更多更多的智慧 來面臨可能會發生在你身上的各種問題 還包括如果你願意的話 大家可以把這箱 這個問題箱篩多一點問題 這樣就更聽到很多 很多這個課本上 可能不會專門提到的事情 所以這是順便跟你講一下 所以愛情的分析講得稍微細一點 是因為這個大部分的人 都會期待有這樣的東西 我本來都不太願意講理論的 因為我覺得重要的是 從故事裡面可以得到教訓 但是這兩年呢 我是為了自己的進修的問題 所以我愛情故事 中西愛情故事 有了400多月的講義 那我幾乎都沒有在講 不然以前光講完 這課就結束了 我就講不到現在要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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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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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